领导 尤尤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带着您 要找演员来了吗 这是你的人 尤尤啊 咱们全国海选这么久了 这女二号 可一直没定下来 你这干嘛 还藏着叶的呀 那天要不是我碰见她 那不愁死我 领导 这不是我的艺人 这是我朋友 甭管是不是你的艺人 那你今天带来的 就是你的人 姑娘 演过什么戏啊 我没演过戏 没演过 不要紧 我找的就是一张白纸 我们要找这个女二号 她是一个对音乐热爱 执念最深的那种 正好那天你在那儿听歌 你给我的感觉 和你身上的气质 就是我想找的那个样子 还不赶紧谢谢领导给机会 谢谢领导 那他们就这么定下来 如果没什么情况 陈明你 可以马上进足了 下周我们就开始封闭式训练 因为戏里有很多唱歌 跳舞的戏份 提前靠近角色 做好准备 导演 封闭培训是什么时候 马上 大概半年时间吧 半年 半年有点 哎 陈明 说什么呢 导演 能再考虑考虑吗 行了 那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陈明 你怎么想的 这种事情还要考虑 这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机会 你一个新人 能上领导的戏 是多高的起点呀 我知道 可是 我马上就要毕业大戏了 都 毕业大戏 我想参加毕业大戏 马上就要开始排练了 陈明 你知道这个行业 有多残酷吧 很多人想拿到 女三女四 甚至特约的机会 都很难 何况是领导的女二 我知道 可我 你知不知道 每年有无数的 艺术院校毕业生 他们因为得不到 这样的机会 一辈子默默无闻 这一点你应该 比我清楚吧 嗯 现在这样的好事 被你撞上了 这是多少在这行业里 摸爬滚大戏 想得到的机会 你清不清楚 我清楚 悠悠姐 那你再让我考虑考虑吧 我只能给你两天的时间 后一天必须要给领导答复了 嗯 这件事情你想清楚 一旦决定了 就没办法反悔了 好 走吧 真是个幼稚气木丹脑的天生一顿啊 好 好 好